UPS与工会达成协议 逃过60年来最大罢工 德桑蒂斯到田纳西竞选募款 途中遭遇车祸 索性逃过一劫 拜登政府推出心理诊疗新规定 要求保险公司多承担相关费用 哈佛招生政策再惹争议 教育部民权办展开调查 赵采金业又要开奖 投奖飙升至8.2亿美元 足以边境寻求庇护者见成效 拜登新政策被联邦法官叫停 佛州海水温度过百 足以挑战世界纪录 计较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今天是7月25日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月25日 美国快递业巨头离合包裹服务公司 与代表34万员工利益的卡车司机工会达成一项劳资协议 从而避免了原定8月1日开始可能扰乱全美企业和家庭物流的大罢工 按照工会的原计划 如果7月31日之前 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 工会就将举行全国大罢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的报道称 一旦开始举行 这将是美国6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 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对于7月25日达成的协议 卡车司机工会称 这是历史性的和绝对有成果的 因为他给工人争取到了较高的工资 还给送货卡车司机争取到了驾驶室内配备空调的福利 UPS首席执行官卡托姆发表声明说 就一系列对工会领导层 员工 UPS公司和客户而言 都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达成了一项单营协议 这项协议将继续为UPS的全职和兼职员工 提供行业领先的薪酬和福利 同时也保留公司的竞争力 以及服务客户和保持业务强劲所需的灵活性 现在 这项为期五年的初步协议仍需获得工会成员的投票通过 投票从8月3日开始 8月22日结束 事实上 工会成员早就不满 五年前 工会领导层强加给他们的一份合同 尤其是在薪酬问题上 他们对UPS一直颇有悦言 过去几年 尽管疫情改变了国家家庭的购物方式 使得UPS的利润暴增了140%以上 而员工的薪水却没有相应提高 去年 奥布莱恩当选工会领导之后 便开始为工人争取更多的权益 早些时候 劳资双方已经就工作安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包括为更多送货卡车司机配备空调 根据协议 UPS将给2024年1月1日之后购买的小型快递车安装空调 然而 员工薪资仍然是谈判的症结所在 尤其是占UPS员工总数60%的兼职员工的薪资 UPS称 其兼职员工的起薪为每小时16.20美元 工作30天后会升到每小时20美元 同时享受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福利 许多兼职员工抱怨说 该起薪远低于全职员工做同样工作的薪水 他们希望拿到25美元的实薪 UPS提交给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 去年 UPS员工年收入的中位数为52,000美元 UPS全职员工大约是送货卡车司机 年收入可达95,000美元 但他们只占员工总数的一小部分 过去几个月 工会一直在为罢工做准备 自去年秋天以来 工会鼓励会员每次发薪水时都存一部分钱 以便罢工时有储备应急 UPS上次薄资谈判破裂是在25年前 当时有185,000名员工罢工15天 该公司的运营完全瘫痪 损失惨重 7月25日 佛罗比达州长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披露 当天早些时候 德桑蒂斯及其团队成员 在田纳西州竞选途中遭遇车祸 索性没有受伤 德桑蒂斯竞选发言人格里芬称 车祸发生时 德桑蒂斯乘坐的汽车内 还有人数不详的竞选团队工作人员 格里芬发表声明说 今天早上 州长在前往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参加活动途中遭遇了车祸 他和他的团队没有人受伤 我们感谢全国民众的祈祷和祝福 希望他在竞选的路上继续得到保护 截至当天上午10点钟 有关这起车祸的细节都没有公布 按照原定计划 德桑蒂斯当天将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 洛克斯维尔纳什维尔举行竞选募捐活动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6月下旬的民调结果显示 在共和党选民当中 德桑蒂斯的支持率只有22% 而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51% 而在4月份的民调中 曾经有31%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德桑蒂斯 有46%的共和党选民把特朗普作为第一选择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 特朗普虽然因机密文件案 遭到联邦司法部刑事起诉 并且涉及另外几个刑事案件 但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并没有被拉低 他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的优势反而进一步扩大 遥遥领先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近日猛打中国牌 试图靠恶毒攻击的中国把戏来台拉选情 但也无据一事 7月25日拜登政府宣布一项新规定 以推动保险公司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治疗的机会 增加此类治疗的保险覆盖率 这项新规定是对2008年国会通过的心理健康平等 和成瘾公平法案的免疫修改文本 新规定要求保险公司为那些难以获得或无法负担 所需心理服务的人提供较多治疗机会 以改善目前此类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 根据2008年出台的心理健康平等和成瘾公平法 心理疾病的治疗应该与其他任何疾病治疗一样容易获得 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医疗保险在为美国民众提供生理和心理保健方面 存在很大差异 普通人相当难以获得心理疾病的治疗 据路透社报道 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严重心理疾病患者负担不起 就诊费用的可能性是普通患者的三倍 无力支付药物费用的可能性是普通患者的十倍 白宫在宣布新规定的情况说明书中称 尽管两党在心理和生理健康平等方面做了多次努力 但保险公司仍然使人们难以获得心理疾病治疗 导致数以百万剂的美国人已高得多的费用 在医疗网络外寻求治疗并且得自掏腰包或者干脆推迟治疗 白宫当天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如果需要维护心理健康 他们最终被迫离开其保险网络而支付较高费用的可能性 是他们维护生理健康的两倍多 白宫国内事务顾问坦登说 我们了解到保险公司正在规避资法命令 拜登政府的这项新规定有60天的公平平议期 若无意义就会在不久之后生效 如果生效 新规定将迫使保险公司根据患者的心理诊断结果 确保在心理健康方面得到与生理健康一样的福利 并合理考虑其医疗供应商网络和报销率 以及是否必须事先授权才能获得相应的医疗护理 联邦教育部在一封信中称 他正在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时 是否存在种族歧视 天台与捐赠者或校友有联系的申请人 本月早些时候 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接到三个民权组织的投诉后 展开了这项调查 这三个民权组织称 哈佛大学在传承本科招生过程中的天号 极大的汇集了白人学生 从而违反了联邦民权法 美国许多高校都有传承录取政策 但自今年6月以来 这些政策受到了重新审视 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哈佛大学和北凯拉雷纳大学 基于族裔因素的平权招生政策 这三个民权组织投诉称 在与哈佛大学本科学院 哈佛学院有传承或捐赠关系的申请人中 白人比例接近70% 被录取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请人的6-7倍 这些统计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公布的录取数据 哈佛大学一位发言人说 他们正在审查提招生政策的各个方面 以确保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能继续招收多元化的学生 教育部通过一名发言人证实 根据1964年民权法第六章 该机构已经展开调查 民权法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项目存在种族歧视 威斯里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双程分校宣布 他们决定今年7月停止执行传承录取的招生政策 近年来美国其他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也停止了这种做法 7月25日代表上诉民权团体的民权律师组织 诉讼主管戴尔斯特罗姆称 简而言之 哈佛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7月19日 奖金高达10.8亿美元的进球投奖花落 洛杉矶市令许多梦想一夜暴富的采民 不免有些失落 不过现在又有发大财的机会了 因为赵采投奖的奖金已经累计到8.2亿美元 这是赵采历史上的第五大投奖 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奖金 税前估计可得4.22亿美元 也可以选择30年分期领取 然而无论选择哪种领取方式 在交完一系列税后 奖金都会减少 根据加州彩票赢家手册 法律要求每个州的彩票都必须自动交付 24%的联邦税 包括赵采 进球 或任何彩票游戏 只要中奖金额超过5000美元 就必须交24%的联邦税 有些州会对彩票奖金征收州税 而加州 德克萨斯 佛罗里达等州不征税 加州彩票赢家手册指出 由于目前最高的联邦边际税率为37% 所以彩票大奖得主可能需要在报税时再交更多的税 赵采官网显示 如果有人在美东时间7月25日晚上开奖后赢得赵采投奖 并决定一次性领取奖金 他们将获得超过2.65亿美元的奖金 前提是他们居住在州没有额外的预扣税要求 如果他们选择分期领取奖金 他们将在未来30年获得平均每年1430万美元至1730万美元的付款 这取决于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7月25日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拜登政府针对美墨边际寻求庇护者的新政策 加州联邦地区法官蒂加尔当天裁定 拜登政府的新政策是非法的 因为他们对寻求庇护者施加了国会不打算给予的条件 不过蒂加尔让自己的这项裁决暂缓14天生效 以便拜登政府有机会在裁决生效之前提出上诉 根据拜登政府今年5月开始实行的新规定 如果移民在没有向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寻求人道主义庇护的情况下 非法越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 将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庇护 鉴于大多数的移民最终目的地是美国 因此通常不会在途经国家申请庇护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被迅速驱逐出境 而没有机会见到移民法官 蒂加尔写道 非公民通过入境口岸入境 使用国会明确认可的入境方式 不应该影响获得庇护的机会 最近一个月 北国多地海岸的水温不断打破历史记录 但是7月24日 佛罗里达州海水温度的读数 还是令专家们倍感趁惊 当天佛州一个海水浮标记录的水温竟然高达 华市101.1度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报道称 继7月23日记录的华市100.2度之后 这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足以挑战世界记录 起初专家们以为这个被记录下来的超高水温度数 是传感器出了错误 但周围的浮标也记录了类似的高温度 7月23日和7月24日的佛州水温 完全可以挑战世界记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